便利商店的美妝隱藏小物 它就是幫護唇膏穿了一件衣服 80年獨傳天然消暑秘方 夏天我也都會隨身帶的這種東西 清楚啊 它正面沒有封欸 歡迎回來凱文小豆妹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的這支影片呢要跟大家講 便利商店的美妝隱藏小物 那麼到便利商店大家都會買便當 買零食 買冰 買飲料 買咖啡 你有買過美妝小物嗎 有些呢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覺得欸 怎麼會有這個 今天都要一起來開箱 先從這個好了 洗鹽專科的全系列商品 他們講究的就是 蟬絲蛋白的保濕精華的萃取 在每一個系列裡面都有 不過呢就是它會退出不同的 洗臉的這種用途 譬如說它的經典款 或者是它加了抹擦的抗油款 還有這個是添加了白泥的深層潔淨版本 其實洗鹽專科的洗面乳 它的正貨是120克 但是在便利商店你可以買到50克的包裝 50克真的剛剛好可以放到手提行李裡面 非常的方便 你看像這個是卸妝水 然後呢這個是它的卸妝乳 這個卸妝乳是30克 接下來呢我要來看的是 這個 有去過日本人都知道 日本非常流行 叫做Steam Cream 就是蒸汽乳霜 但是我買的不是Steam Cream 我買的是它的 雙效蒸汽護唇膏 啊 好可愛 你看 水蜜桃跟櫻桃 它不會太油 黏感一點點 可以接受 同樣是護唇膏 這個護唇膏真是可愛的不得了 尼薇雅的果樣 潤彩蜜唇膏 有一個是它穿了長頸露 這是強調高補水的 這一支呢 它就是有一點點潤色的效果 它雖然不是特別的小莫術 可是因為它非常可愛的 上面有熊大 它就是幫護唇膏穿了一件衣服 所以你可以吊在包包上面 一樣是修護系列的 小柑橘他們家的護手霜 很多人非常喜歡德國小柑橘 他們家的這個護手霜 它強調的是為 敏弱的皮膚所設計的 小柑橘其實有非常好的這種 修復保濕的作用 沒有添加香料 它不油不黏耶 如果不喜歡護手霜有存在感的人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 再來這個 Lucido 勒斯朵的護髮油 這是它在便利商店賣的 應該算是體驗組啦 20毫升 它強調可以用30天 它裡面就是用摩洛歌油 除了護髮之外呢 它裡面添加了像香氛一樣的前中尾味 有蘋果 前尾有蘋果蜜桃 中尾有茉莉藍菱 琳藍花 然後玫瑰 後味最後面 是這個色香木質料 再來是這個 DHC的卸妝棉 它是12片的卸妝棉的包裝 然後呢 DHC他們家是強調 百分之百不含酒精 好 再來我們要進入到夏季區了 我在便利商店找到這個 超迷擬電風扇 你看 這麼小 它是用兩個電池 來試試看它的風 嗯 欸 欸 風咧 是我的理解有問題 還是它的設計有問題 它的風是倒著吹耶 它正面沒有風耶 再來到了夏天呢 很容易會蚊蟲咬傷 我在便利商店找到了這個 奇妙草本精油膏 跟奇妙薄荷精油膏 這個品牌叫做Blue Seeds 奇妙草本精油膏 它裡面的成分有 茶樹 然後 然後 尤加利 薄荷 迷蝶香 薰衣草 玫瑰草 金盛花 然後呢 這個 薄荷防護膏裡面就是 蜜辣 賭油木果油 黃柯柯紙 甜杏仁油 薄荷精油 橘子精油 它的區別應該在於 神奇精油膏 它比較是類似我們平常 對於這種 草本膏 草藥膏的這種用法 就是如果你有一些被蚊蟲咬傷啦 或者是要防蚊 鎮定舒緩的話 是這一個粉紅色的草本精油膏 如果你是一般 譬如說紙圓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些 譬如說過敏 紅癢的 紅紅癢癢的話呢 就是用這個防護膏 那講到蚊蟲咬傷 屈蚊噴霧 它叫做小布丁草本屈蚊噴霧 升級版 升級版的 歐洲屈蚊配方 它透過的是 義大利佛手乾的精油 檸檬精油的黃金比例 結合了這個 橙花以及花梨木的精油 真的很天然的味道欸 會像有些屈蚊 一覺得自己會被熏昏的那種感覺 它的味道很天然 這個 大家去泰國旅遊 一定都會買的 這是二合一的 清新薄荷精油棒 強調八十年祖傳天然消暑秘方 它其實是有兩段開啟 第一段是這樣 第二段是這樣 但是一般它們都是這樣打開來 然後就這樣 好涼喔 伴隨著我們從小到大的一瓶油 萬印白花油 最常有人用的就是把它倒一倒 然後就是在你的太陽穴 或是在耳朵後面 然後也會有人把它滴在那個冷水裡面 然後把毛巾放進去擰一擰 然後就可以拿來放在頭頂啊 真的很熱的時候放在頭頂 再來到了夏天 很熱很熱 我會這樣喔 夏天我也都會隨身帶著這種東西 這個 Gatsby的冰涼舒適的體用抗菌濕精 但它這次推出了水果香氛的味道 就不會那麼man 所以女生也可以用 你只要記得就是耳朵後面 這塊脖子後面 這塊脖子擦一擦 胸前擦一擦 你就真的會像 剛洗完澡的清爽 它是含有酒精的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帶走身體表面的油脂 或者是髒污 或者是味道 再來是這個也是涼涼的 它叫做Magic Tool 它其實做的很像一個 小房間折起來的零巾 把它放在冷水裡面 不可以只是沖水 你要把它泡在水裡面 它就變成一條香腸了 它變成那種起司條 辛辛腸的厚度 它是強調它裡面有一個吸水的材質 然後可以快速的透過水分 把你的體溫吸附到這裡 然後再散發出去 就是快速的幫你在皮膚的表面 做降溫的動作 再來最後 我在全家看到的 家裡面如果有小女孩 小女孩常常看著媽媽化妝 做指甲 她常常說媽媽我也要 可是為了小朋友的發育 通常媽媽都會要去找一些安全的指甲油 或什麼很麻煩對不對 這個它叫做 它這個這是Nail Sticker 這是美甲裝飾貼 我覺得有些年輕的女孩們 或者你真的不想去做指甲的人 你也可以用這個貼 它是建議三歲以上的孩童使用 所以它有一個3 Plus 每一片的Sticker裡面 它有38個圖案 你看 有可以放在指甲 全片指甲的 你看這個指甲就是小朋友的指甲啊 對不對 其實大人也可以用 然後呢有小小的裝飾品 這個是放在指甲前緣 好再來我也看到了這個 這個是Tattoos Sticker 它這個是可以把一個一個圖形剪下來 然後按照這個刺青貼紙的方式 先把膠膜取掉 然後把紙這個貼近 然後用水浸濕 台灣地區呢 尤其是大台北地區呢 其實便利商店的密集度 是全球第一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便利商店 當成你家裡面的廚房 當成你家的儲藏庫 想要什麼東西都可以隨時去找 但是你有發現 便利商店有這一些 隱藏美妝小物嗎 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小鈴鐺開啟設定 全部提起 留言告訴我 跟我分享 你在便利商店裡面 還發現了什麼 隱藏版的美妝小物 與好物 跟我一起分享 好嗎 凱文翔的妹 我們下次見囉 看完這支影片 如果呢 你有學到一點點東西的話 別忘了點讚喔 而且你可以留言 我會知道你們更多的困擾 趕快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吧